那所以呢在這一場 中東的這個局勢上頭 我們剛講的伊朗 伊朗是現在在目前伊斯蘭世界裡面 這些兄弟裡面 好像是一個比較挺身而出的 在胡塞之外 另一個呢 其實大家也開始來講的 就是在土耳其 中東這邊土耳其也算是一個軍事大國 那現在呢 伊朗跟土耳其之間彼此說呢 要穩定局勢 土耳其聰明一些啦 土耳其其實他在近幾年 跟以色列有蠻多的貿易交往 原因是要救經濟嘛 所以呢他現在就告訴伊朗說 沒有你要知道 我們其實呢心都是覺得說 我們要不能夠濫殺無辜 我們也要支持兩國的原則 但問題是有的時候呢 經濟該做的 貿易該做的還是要做 但是呢我們願意跟你們 強化戰略時候的合作 我們希望呢把這個 貿易的目標再上層樓 你怎麼樣來看土耳其 因為土耳其這一回 當然大家都知道嘛 他是一個蠻務實的國家 包括說呢他在北約 因為本來立黨誰 立黨芬蘭 立黨瑞典 那結果現在呢 瑞典他也簽了 原因是因為簽完之後 馬上F16就要來了 你怎麼樣來看 土耳其這個國家 在回教世界非常特別 因為土耳其原來的話 回教的共同的領袖 共主叫哈里伐 對 那土耳其本身來講的話呢 你現在所有的 就是土耳其帝國 我跟你講啊 土耳其帝國跟中華帝國的故事 是非常相像的 就是任人宰割的結果 土耳其的話呢 沒有出現卡末爾這個將軍的話呢 維持土耳其的這個獨立 由今天這個國家 那早就沒有了 就像是說如果中華民國 沒有這個孫中山啊 或什麼的話 那我們這早就四分五裂了 現在維持這個局面的話呢 等於是國際政治的一個奇蹟了 那另外呢 土耳其國見了自己在卡末爾江東的話呢 他認為非改革不可 所以土耳其本身來講 從這個回教世界的共主 變成一個 基本上連阿拉伯文字都廢掉 變成拉丁話的這個局面 原來的話呢 在埃爾多安這個 出來之前的時候呢 這個 我有很多朋友啊 土耳其人 而且我學生還有土耳其人 那甚至我有很多比利士朋友 他們在做研究的時候 就到了這個 伊斯蘭瑪巴德了 就是這個 他們基本上去那邊的話呢 就是又便宜又好 感覺上跟歐洲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 除了新的教人 但是埃爾多安他本身的 這個算盤當中呢 會發覺 我覺得有一點 真的是一個哲學問題 就是說你現在的話呢 這個哲學問題的話呢 展現到政治當中啊 你永遠不能夠理解 為什麼思想上 越極端的人 即使是一點希望都沒有 甚至於像台灣這邊 搞台獨的人 希望不大 忍受的痛苦非常多的情況下 他們的聲音特別大聲 埃爾多安本身來講 包含現在印度的莫迪 也是來這一套 就是說你越狹隘的民族主義 對於你的在政治上的發言的力量 那個槓桿上操作的空間越大 對 所以埃爾多安現在的話呢 我必須坦白講 像伊朗前一陣子 在中國的撮合之下 跟沙烏地或者沙特 有一個初步的和解 大家還對了這樣什麼 但是沙特本身是過得很舒服的 躺平族啊 就不忍心放棄現有的優勢啊 那你跟伊朗的話呢 被美國制裁 沙特可不願意啊 沙特任何事情都用錢來買啊 你有示威抗議 每個人要多少 談個價錢 每個人發六萬六十萬 可以了吧 好了把它回家了 伊朗沒有這個能耐 也不願意做這個事情 那所以呢 土耳其跟伊朗這邊要談的東西 就非常多了 因為埃爾多安本身來講 是站在穆斯林的這種極端分子 他們雖然是遜尼派教徒 但是你要知道 整個遜尼派的這個核心 是在沙烏地嘛 對 但是呢 這個埃爾多安本身呢 他又曾經一度 是土耳其帝國 又是回教徒的共主 所以他以這種情況 然後呢 來跟伊朗之間磋商 他們要談的事情非常多 這個要談的事情的話呢 我覺得埃爾多安是一個 我其實對這個人的蠻佩服的 手段很好 手段非常好 手段很好 他會提高自己的籌碼 對 他這個槓桿上啊 這個槓桿性非常強 所以有土耳其跟伊朗要談的事情 基本上會對英美國家 對西方國家真真見極 現在土耳其本身 原來被西方國家 唬得一愣一愣的 什麼加入歐盟什麼的 申請來搞了三十多年啊 埃爾多安說不要了 我們都不要了 現在土耳其人到歐盟要簽證的啊 你說這麼近的關係 你知道近到什麼程度 德國有10%的人是土耳其後裔 就是我們打的 就打的那個BNT的疫苗 都是土耳其人移民到德國 一對夫婦發明的 你就可以知道說他們的關係 已經升到什麼程度 現在居然去 親人家居然要辦簽證 那這個對土耳其來講是極大的侮辱了 那這兩個合在一起 這兩個軍事實力都不錯 那美國這邊看到 會不會也是有點瑟瑟發抖啊 美國對於單獨來講 和和協來講都不會瑟瑟發抖了 因為美國確實是在兵力上 但是伊朗這邊發展核能嘛 那土耳其本身的地緣關係 不要忘了土耳其是北約的成立國的成員啊 是 土耳其為什麼呢 因為土耳其是北約用來卡住 俄羅斯的黑海上的 如果你打開地圖一看 就會發現土耳其的地理位置 重要的不得了啊 它是橫跨歐亞的兩大國 一個是俄羅斯啊 俄羅斯是佔據的 冷得要死的地方 只有冰雕啊 對不對 那土耳其那不一樣 土耳其就是 還有美女啊 你不是很喜歡美女 不是我喜歡美女 誰都喜歡美女啊 所以你覺得他 地理位是重要 然後另一邊的話 是有軍事上面的勢力 這兩個合起來的話 基本上在整個伊斯蘭世界 大家也會開始來看看 他們到底在說些什麼 搞些什麼名堂 那當然啦 現在因為土耳其這邊呢 他跟美國這裡 因為一直遊說他嘛 就要趕快把那個錢一錢 讓人家進去 人家要進北約 就讓人家進吧 所以他簽完之後 F16要給他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會給他 畢竟上次F35 兩邊也是有簽啦 簽完之後不是不算數嗎 所以這一回F16 如果真的要再出任何插持的話 我想那個 這個艾爾多安他可能也是 可能會更反擊吧 不是啊 我跟你講啊 這個這個加入 讓瑞典加入北約這件事情的話 就是典型的 艾爾多安的一個籌碼 因為他自己知道 他自己在北約中的重要 而且說啊 具體是賦予這個成員國 擁有這種否決權 他就充分的利用嘛 事實上瑞典加入 還要看匈牙利的啊 匈牙利的那個奧班的話呢 基本上也是會有樣學一樣的拿翹啊 對不對 那這個壞人讓吹牙利做啊 他自己就不要做這個壞人啊 不要做最後一個 對對對 這個想法是非常簡單 我跟你講 國際政治中只有馬跡為例 的那套理論有效 就是你要講實力 你要講均衡 你要講本國利益 就這三點 沒了 好太好了 那老師你怎麼樣來看 美中 美中在這新的開年會怎麼樣 目前傳出一個消息啦 說很有可能 像這劉建超不是去了美國嗎 現在呢 這是在華府這邊的官員說 跟華爾街日報透露 他們這邊已經接到了訊息 劉建超會來接 外交部長 對 會來接這個外交部長 然後現在呢 在這個整個他們說歷任的 中國外長以來 好像他比較少跟美國打交道 但是上一次去的時候 其實蠻多人對他評價是蠻高的 因為他也去智庫走了一圈 你怎麼樣來看 劉建超這個人啊 英文 其家無比 對 這個我 他幾次訪問 然後呢 另外呢 大陸的外交部 請大家要了解 大陸兩個部啊 都其大無比 人才素質其高無比 一個國防部 一個外交部 這個你光看表現 可以看得出來 是 然後第三個的話 劉建超接這個外交部長 實在是因為這個王毅太累了 必須要有人要能夠協助他 所以說呢 他呢 把這個消息先放給美國呢 因為 美國可能就會開始 運用他的話語圈 就在問秦剛跑哪去了 一下把你的話堵住翻頁 所以這次的這個 駐歐盟團的團長 這個就復衝嘛 他也說了 就是說這個已經翻頁的事情 就不要再談了 就是說 秦剛犯錯了嘛 那劉建超本身來講 成先起後啊 就是說 成駐這個 王毅時代類啊 全世界到處亂跑啊 對不對 這大家都知道 然後呢 這個劉建超本身 英文也非常好 然後的話呢 他自己好像是打貪反腐出身的 對啊 這個問題就不大了嘛 因為這個 貪腐的問題的話 原來很大 就是故意 我不曉得是不是故意的 但是劉建超的出現 我覺得是可以理解 而且非常重要 也很好 是個人才 OK 所以他之前呢 是比較是在黨這邊 又在中聯部這裡嘛 那現在呢 來接這個外長 您覺得他對於 譬如說啦 以往來說 在中美彼此之間的關係 大家認為外長 是一個蠻重要的窗口 那包括了當時秦剛當任外長的時候呢 他其實對美國這邊的談話 因為他就是從駐美 然後轉回去當外長嘛 所以在對美的談話這一塊 他也佔很重的一個比例 您覺得劉建超以後 在這一塊上面 會是扮演一個什麼樣的角色 我覺得劉建超 扮演的角色的話呢 就是中美關係的話呢 未來走勢有三方面 嗯 這個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第一個的話呢 中美關係呢 從2018年的五六月份到現在的話呢 已經過了快 快將近六年了 對 然後這個六年當中呢 中共的話呢 就是得到的心得 就是放棄幻想 準備鬥爭 嗯 所以說中美關係的話呢 就是準備鬥爭了 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呢 中國本身來講呢 在外交部分的發展 他當外交部長 中國外交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的一個趨勢 就是中國會非常強調全球南方 金磚會議 一帶一路 這些當中的話呢 等於說美國在玩這個去風險話 那中國的外交在玩去美國話 啊 啊 就是說那本身美國的 在他的外交領域當中 還佔比例多少 這個大概再過個三五年 可以看得出來很明顯的趨勢 嗯 然後第三點的話呢 就是說 就是說 嗯 現在駐美的大使叫謝峰嘛 是 對不對 然後這個外交部長是 這個劉建超嘛 嗯 然後這個 這個中央對外辦公室的話呢 是王毅嘛 是 楊潔篪下來 嗯 這個外交系統的一個傳承當中 構成一個很完整的一個系統 嗯 大致上 會這個 延續的是 中國本身自己發展自己的外交路線為主 嗯 那麼這個做起來的話 外交人員呢 有一點呢 請你稍微注意一下 是 就是說外交人員 以前我 我其實我對外交人員的蠻有興趣的 哎 我很有興趣我會非常有興趣 嗯 因為我自己 我我對哲學更有興趣 要不然的話呢 我對語言有興趣 我對於引往送來有興趣 蠻適合的啊 我會講笑話 對啊 你幽默 對 我的幽默是天生的 就是現在的話呢 你要我講個笑話 我會很努力的 停止講這個題目 會講笑話 但是呢我會想到一個重點 就是說是外交人員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立場的 他基本上跟個機器人差不多 嗯嗯 你不能有自己的想法 嗯 那麼外交人員出事就是有自己的想法 嗯 沒有圓滿的達成外交部交給你的任務 嗯 就這麼簡單 嗯 所以說那個 前一陣子有關於這個 討論到這個 中國駐法的盧沙也的時候 啊 他不是講了一些比較 比較 敏感話嗎 是 我看原文以後 我一聽我就知道 這個完全都是事先準備好 他不可能講錯話的 OK 現在很多人都會發覺說 我其實當時的判斷 因為我聽原文的嘛 我聽原文就是說 我聽到原文聽到什麼關鍵 就是說他在會話中講出法律條文的內容 嗯 他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字 因為我通法語啊 嗯 他講的那個時候呢 我就知道說他一定是預先知道題目的 哦 所以他是有準備的 不但有準備 而且他講的 說是說波羅地海三角圖 其實他講的是台灣 哦 對對對 是 所以呢 在這個節骨眼上 我們看到美中關係呢 在今年開年之後 會不會有一個新的發展 是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呢 現在看到的在經濟財經上面啊 馬斯克現在有一個新的財報 不是太好看了 他跟他講說什麼 他講說呢 他不能理解啊 為什麼日本人都買他的電動車 電動車很好啊 跟雙逼一樣好啊 他現在呢又強調 中國的電動車太厲害了 如果沒有貿易壁壘 我們沒有被保護的話 我們就完蛋了 好馬上會被摧毀 那眼下呢 其實除了電動車 啊 清潔能源這一塊之外 還有另一個是什麼 是晶片 因為現在呢 今天一個新的數字 就是美國荷蘭 本來是限制艾斯莫爾對 中國供貨嘛 可是呢卻發現了 中國去年還是他們最大市場啊 那你會講說不對啊 這個不是年 大概 四五六月的時候就開始搞了 搞到現在怎麼可能 他還是最大市場 半年多下來完全無傷嗎 而我有看到另一個報導 說他們懷疑新加坡現在 會是一個轉圜的地帶 所以他開始在懷疑 東懷西 覺得說為什麼他還可以拿到 這麼多東西 但是呢即便如此 看到美中自己的關係不是很好 做生意是這樣啦 將本求利 大家都是希望為自己好 譬如說黃仁勳 你也看到他 還是飛到中國去參加年會啊 雖然他們也是告訴大家 沒有哦 我們的總裁本來就是 每一年都會親自的到當地去 然後跟每一個員工 希望盡可能的感謝他們這一年的表現 但是很明確的嘛 就是想要守住客戶嘛 就是希望跟中方這邊關係再好一點 上面怎麼樣沒有關係 我們希望彼此之間再好一點 因為眼下看到就是川普 很有可能要上任了 是的 川普如果再來的話 他會告訴你說以前 哎他你覺得那個只是1.0版本 我上任2.0 我要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 所有的來到美國的商品 我都要加增10%的關稅 是完全的更緊縮的一個保護 所以大家其實商界會有一些些的怕 然後眼看著四分之三的 覺得拜登太老了 三分之二的不喜歡川敗在上野 但是問題是 還是絕大多處人想要投給川普 老師您怎麼分析 就是你剛剛講了一連串話 主要是三個重點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有關於這個 ASMR的這個光科技的話 光科技有很多種啦 對啊 沙利文的小片高牆的話 高科技技術的話 對中國沒有 現在現在有一種 比如說這個EUV更高級的話 現在只有英特爾有了 所以說這個講起來 在大陸本身的話 如果講DUV跟EUV的話 那麼基本上有了更高級的話 那麼普通級的話 就已經開放出口 所以這個問題的話 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馬斯克講的話 倒是說明了一個事實 這個事實讓我可以感覺到 就是說馬斯克在特斯拉 做電動車的時候 你知道講這個觀念的人是誰嗎 我跟你講 最近我對於馬克思的資本論 非常有興趣 它裡面就講了這句話 就是說你在資本的發展過程當中 因為資本的操作 讓你所有的企業當中的話 就會想辦法要創新 創新的過程當中 是不斷的降低成本 不斷的剝削勞工 而且達到這種創新的 科技創新的目標的話 這裡面說的話 就是馬斯克的情況 就是說你最後你創新的成果 極有可能會因為你的成功 不是因為你的失敗 而使得企業蒙受很大的壓力 直到倒閉為止 這個在奧地利 有一個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 也是這個奧地利的財政部長 後來是哈佛大學教授 叫熊彼得 他說過的觀點 他稱之為 他稱之為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破壞性創造力 就是你的創造 對馬斯克現在面對的情況 就是說 特斯拉的出現 給大陸所有的汽車 轉過來了什麼 就我們幹嘛 就要搞傳統發動機 我們這個搞電池 搞電池然後裝個套子 對不對 然後就做沙發的 找最後螢幕的 通通合起來 就是這種電池 根本就不要發動機 好了這樣的情況當中的話 你任何的成就 他馬上就按照的情況來做 比亞迪的王川芙 他發明了一個名詞很厲害 叫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就是 我看到你的成果拿過來 把你的整個過程 流程分的非常清楚 在過程當中我倒推過來 達到一樣的效果 同時我還申請專利 所以王川芙被人家告很多次 但他都打贏官司 關鍵在這裡 那你現在的話 就是說強到第三個部分 有關於川普要回來 我覺得 從2018年川普帶頭 就我剛剛提到的六年多來 放棄幻想 能不能夠鬥爭 我不曉得 但是大陸的確在出口上 就今年的出口的情況不好的原因 就是說西方國家或美國國家 對大陸的這個 進口額下降很多的情況下 我覺得一方面是壓制的結果 另外一方面 大陸可能也要做好 換市場的準備 換市場 對交換 現在強調東南亞啦 俄羅斯啊 金磚國家啦 一帶一路啦 因為這個市場不換的話 大陸現有的這個製造業 在這個發展上來講 會受到很大的損失對不對 另外還有一點非常重要 我覺得 因為台灣人不瞭解大陸的飛快的進步 是 我跟你講 我實在是不好意思講 我說句良心話 你現在看看大陸人住的房子 你的內部裝潢 跟台灣這邊的 尤其是 除了少部分能夠住在新一區的人以外 的內部裝潢 真的不能比啊 我們這邊 我家附近很多的內部裝潢 正中間擺得神龕啊 什麼 沒有那種 這種 那種很明亮 很現代那種感覺 因為我覺得大陸 十一住行這幾個 基本的需求的部分啊 那個改善的非常多 有 就是歸功於他們的 生產製造業所賜 當然過去啊 大家基本上 生活改善了很多 這也是事實 但是我常常就在看到這些現象 比如說我到了萬達廣場的底下 原來都賣化妝品的 現在通通敢賣新能源車了 新能源車十幾個牌子啊 我跟你講啊 我們在台北的話呢 我現在 我開一個Toyota Camry 對不對 Toyota Camry的話呢 就是小一百萬開始嘛 對不對 大概這樣講 那個新能源 小一百萬的話 等於大陸除以四 二十多萬的話呢 那如果你 這個同樣情況下 你十五萬人民幣 就可以買到大陸 這個比亞迪的什麼海豚 搞不好都不要 我不曉得 那個整個 我做過那個大陸的比亞迪漢啊什麼的 它裡面的內部的裝潢啊 就感覺上跟那個賓士差不多了 基本上就一樣 同一個人設計的 所以我要強調的意思就是說 不管美國要不要給你加稅 不管要不要怎麼樣 這個是未來必然會發生 尤其是這個川普很有可能上台 對於中國整個貿易上的 必然是非常不友善的 但是同時大陸要打開美國武器化它的進口 的唯一方法就是 你要自己找到出口市場 你要找到其他的出口市場的唯一的辦法 就是你的產品夠好 夠便宜 像俄羅斯現在的車子 有一半以上就是用中國的新能源車 這個倒是 我跟你講俄羅斯用新能源車 有一件事情大家要非常注意 因為俄羅斯的寒冷是有名的 所有的電池車最害怕就是寒冷 如果過了兩三年 俄羅斯覺得不錯那不得了 接下來沙哈拉沙漠都可以開新能源車了 就是那個氣候因素啦 對對對 他能不能夠克服這個很重要 還有你剛剛提到日本 日本原來Toyota本身 日本人非常愛國 就要給Toyota一個機會 Toyota搞個策略 就是它發展那個氫能源車 氫氣的氫 這個氫能源車本身來講 日本人非常愛國嘛 就是希望Toyota有個機會發展 目前Toyota準備推出氫能源車 不過它的市場 到底人家要不要接受它是很麻煩的 因為川普這個人 它不是只有進中國車而已啊 它是所有的日本車 韓國車它都進的 所以就是都打到底 因為它不是只針對中國車 它是針對所有進到美國的商品 離證據 那些看法 可以 而且 詞